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介紹對焦的問題 畫面這邊我們剛才寫的是 藍色bottom是這樣一條 就是一個撥片的兩邊 在撥片這邊top 紅色的線 我們現在把top朝上把它放到我們的載物台 今天為各位示範的是開放原始碼的座位系統 Linux Mint 第16版 前天知道說第17版已經出來了 沒關係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使用Liberate Office裡面的主要來介紹這一端 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必須把升降台降到最低呢 那個比喻是這樣子的 看到畫面當中 各位可以看到說這是鏡頭 鏡頭各位想像一下 好比它的焦距是一個固定的值 固定的值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升降台升到最高的位置 也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各位可以看到說 藍色線在下面 紅色線在上面 好接下來我們慢慢調動它 調動它的時候呢 它會慢慢的往下移動 所以假設綠色的虛線 是我們對焦最清楚的那個點的時候 第一個通過波片的藍線會被看清楚 接下來會有一段模糊 因為我們已經進到波片的玻璃厚度裡面 接下來會看到的是什麼 紅色線 好現在來看示範 我們使用的是影像揭取軟體 GUVC View 配上我們的 配上我們的電子目鏡 來看到畫面 已經到這個程度 接下來我就把我們的升降台往下轉 往下轉 已經預先對過焦了 所以會很接近 所以看到第一個最清楚的是哪邊 是藍色的線 這時候紅色線還是模糊的 再看一下我們的圖形 再一次喔 也就是說我們在對焦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轉動出調節輪 接近的時候轉動細調節輪 往下走的時候 會先出現的其實是波片的底部 再來呢 是波片的本身 而我們習慣 把樣品都放在波片的上面 除了一些導致培養跟棺材之外 也就是各位第一個有印象說 萬一在練習上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拿一個波片 畫下面藍線上面紅線 或者兩個可以區別的顏色 可以進行這樣子的練習 回到我們的畫面來 我們已經把藍色線對得很清楚了 接下來繼續往下轉 就會看到 紅色線越來越清楚 好 這是最低的倍率 接下來我們來看倍率 趁機使用我們的電子目鏡 把它放出來 把它轉到下個倍率去 我把移到畫面中央 好 這時候其實藍線 我在鏡頭上看得到 但是畫面已經比較看不清楚 這時候一樣抓住 往前一點點 欸 欸 有越來越清楚 就停在這邊 就停在這邊 如果沒有的話 要從反方向再過去 好 這段是最清楚的 好 絕對清楚之後 再往下個地方 轉到 40倍的物境 也就是總發動倍率 400倍 它中央跑掉了 欸 這樣就清楚了 好 就這樣完成了對焦的練習 對焦的 好 對焦的